哈喽大家好,我是迷儿呀 你一定想不到,这一集小多拉居然玩拖了 大熊给小多拉带来了难得的好消息 本山家有小多拉最喜欢的阿拉雷博士全集 小伙伴,你们看过这个漫画没 小多拉兴奋的让大熊去见书 那大熊摆起了臭架子 日照香炉生子烟 牛马就在我身边 知识小多拉端茶倒水,按腰垂腿 得寸进尺,懒得还要睡一觉 这给小多拉急的 靠人不如靠己啊 赶紧翻出,不禁计程车 扑在地上,把自己包起来 大熊竟然不受控制 骂着沉重的步伐下楼 我的个乖乖,蓝胖 你咋能这么沉,你懂个啥 胖的是有原因的 瘦小的身躯容下我伟大的人格呀 按照小多拉的吩咐 给放到门口,想要下车呢 只要说出放下来就可以了 有了这个,去本山家不管多远 都有人送 大熊跳进包裹里 小多拉一个箭步躲进了屋子里 只要看到包裹的人 不管愿不愿意 都得充当免费的司机 使命必达 静香路过,果然好奇心不是啥好东西呀 就多看了一眼 不受控制,抱起大熊 熊熊躲进媳妇的怀里 与司机开车还真是挺危险的 让静香把自己放了下来 看来还是男司机靠谷点 远处,一个卖着小碎步的叔叔跑来 拿起大熊的包裹,原地转圈圈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那集快憋不住了 看来还是得找个用闲又有力气的男士术才行 真是想啥来啥 胖大虎出现 大熊咋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呢 指挥胖虎以150麦的速度前进 这一睡玩意 还故意绕道 地球是圆的 总能到达本山家的呀 路过空地 小伙伴们又把棒球打到了神城大树家 关于谁去拿这件事 都怂得理直气壮 这回大熊硬气了 这事交给俺吧 指挥胖虎大摇大摆来到了院子里 胖虎这个老司机 必须得服从客人的命令 反正酸甜苦辣胖虎长 喜怒哀乐还是他扛 总算到达了本山家 累惨的胖虎可算收到了大熊放下来的指令 子无教复制过 你折磨我活的错 一顿暴打之后 胖虎也跑到了包裹里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呀 好不容易到达胖虎家杂货铺 虎子妈妈让他跑腿松东西 虎子是玩脱了 彻底把大熊当做了逮捕工具 让鸡拿着这些东西 带着胖虎挨家送货 来到空地 想玩球都不用跑 充分利用逮捕工具 不累还能玩一举两得 小德拉看大熊这么长时间 还没拿回漫画书 赶紧出来寻找 看到这场景 立刻就知道大熊又被凶了 小德拉是真宠溺大熊 把足球踢上了房顶 问胖虎这可咋办呢 虎子刚要脱口而出 那就拿下来呗 立刻意识到是个圈套 小德拉只好继续下套 拿出示例表 脸红带片 还是没能让虎子说出 放下来这底个字 就这样子 又抱着胖虎回来家 老妈让胖虎削个萝卜皮 日语发音相似 大熊这才得意解脱 熊熊这回可不敢用 这不禁计程车了 妈六去接漫画书 迎面走来了一个大叔 得 多拉将中奖了 三更半夜了 小多拉还没回家 大熊不放心呐 原来是大叔喝醉了 压根没找到自己的家在哪 懒胖啊 欺负你自己玩会吧 好了 喜欢米乐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